港股作反覆靠穩 市場觀望周四美聯儲息息結果 大市徘徊19400水平 個別發展成特色 加里物流 0636 延續上周足底回升走勢 可逐留意 加里物流由加里建設 0683 於2013年分拆上市 於2021年9月拱讓控股權與順豐控股 002532.sc 目前持股51.52% 加里建設仍持股權20.84% 集團主要從事綜合物流及國際貨運業務 在亞洲、澳洲、歐洲及南北美洲的35個國家 及地區設有餘400個網點 順豐入主後的2022年12月底子年度 加里物流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 增長9.7%至866.49億元 股東應佔日利減少54.9%至35.79億元 毛利83.51億元 減少7.2% 每股盈利1.98元 末期息0.38元 以除淨 順豐在今年3月底向加里物流注入資金 進一步拓展東南亞市場 扣入加里物流7.8億元永續可換股證券 年息3.3厘 轉換價為每股18.8元 可換4148.9萬股 佔擴大股本約2.24% 加里物流預期所得款項剩額7.74億元 用於支持其東南亞國際快递業務的未來增長和擴展 尤其支持KEX Thailand 補充營運資金以作一般公司用途及償還現有債務 最新動向加里物流聯網擴展其售後服務至電子科技供應鏈 以滿足消費者日益提升的期望和一家環球科技 及智能消費電子品牌對高精準可靠度的要求 此售後服務涵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維修 軟件升級和硬件更換 以致付款和增值服務的端對端配送服務 此外 該物流聯網上月底為一家環球快速時裝品牌 引入分貨機械人 提升分貨生產力及配送效率 以滿足市場對電子商貿理行服務的需求 此分貨機械人名為KOLB 是個靈活的智能分貨解決方案 能提高物流作業的速度 生產力及準確率 信封入主近兩年 也是上市十周年 加里物流業務向高質量發展提升了新台階 並加碼投資提升東南亞快遞業務 盈利增長前景樂觀 加里物流作修報9.60元 升0.20或2.12% 該股在過去兩個月租大行減持 由12.24元插落至8.92元 跌幅達27% 上周回穩反彈 並重上10天、20天線 大超賣後的反彈 人料逐向50天線的10.80元推進 可分段收集 跌穿8.90指洩 人料逃向50天 3.40元 公元 人料逃向50天